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十里八乡的大红人 传播农业科技经营知识 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 你好 观众朋友 很高兴和您相约在农广天地 这俗话说啊 打铁还需自身硬 用了小半辈子去研究红薯的甲令栓 在育苗方面 可以说是铜墙铁壁 武装到了牙齿 什么问题到他那儿 都是三个字 不叫事 那到底他的本事有多大 乡亲们是怎么评价他的呢 走 咱们这就到节目里去 一谈究竟 五月 部分地区已经进入栽种红薯的时节 也是红薯央苗的销售忘记 这不 位于河北省石家庄 新乐市的一个红薯种植专业合作社 一派忙碌景象 采购央苗的人是络绎不绝 说到这个合作社的负责人贾令栓 可是个名人 河北省农季鞋 甘薯专业委员会秘书长 科技智服带头人 科技智服带头人等 头衔好几个呢 不仅十里八乡的乡亲们 对他竖大拇指 就连外地来的采购人员都称赞不已 称他红薯大王 他的红薯央苗远消全国各地 特别受种植户的欢迎 首先咱们看看老甲这种红薯 什么时候栽种 种红薯通常是指我们所说的下红薯 但种红薯的栽质时间 相对于下红薯来说 又比较灵活 下红薯作为商品红薯 注重营养含量足 快根大 生长周期要长一些 而老甲的种红薯则注重 快根的数量与种性 生长周期可以适当的短一些 一般石家庄地区栽种种红薯 在六月中下旬开始 到七月初结束 十月中上旬收获 老甲可是个精明人 种红薯从种到收 只用了四个月左右的时间 其余的时间 它可不能让土地闲着 在繁育种薯之前 它先在三月下旬 地磨覆盖栽培了一茶 马铃薯 六月中旬采收后 正好繁育种红薯 种薯收获后 又播种了一茶冬小麦 小麦收获后 正好赶上种红薯的栽质时间 种红薯再次收获后 可让土地修整几个月 为来年播种附魔马铃薯做准备 这可大大提高了土地的利用率 为老甲增加了不少的经济效益呢 灾之前 首先要整地施肥 根据测土结果 进行科学合理的施肥 之后再升翻其拢 这个红薯的笼距是六十五到七十公分 笼审在三十公分以上 至于为什么是六十五到七十 它给这个地域红薯的省长密度 还有这个机械化操作 它都有关系 七笼之后挖定制学 定制学的学距一般为二十至二十五厘米 学身五至十厘米左右 此外 为了防止奇草对殃苗的危害 在灾差前 要用百分之十的新榴莲颗粒 零点五至一千克 加十千克细土 拌匀制成毒土 湿入定制学中 一般毒土用量 每亩在十千克左右 每学湿入两克左右 就可以了 为了保证后期育苗的质量 种红薯的央苗 不直接采用快根育苗 而是在采苗谱栽制的红薯茎上 截取的腕头部分 腕头部分具有容易扎根 成活率高 结腕藻等特点 非常有利于培育状苗 至于采苗谱红薯的栽制方法 与栽制春红薯大致相同 咱们就不再细说了 不过 在苗谱采苗时 有一些讲究 我们来听一听老贾的经验 6月底7月初 就可以栽制央苗了 栽制时 先在定制学中浇水 保证秧苗缓苗成活 有足够的水分供应 种红薯栽培 一般采用斜插法 就是将25厘米左右长的 秧苗下部 两至三片叶的结位 斜着插入泥土中 插入土里的部分 经腕呈船底型 栽叉的深度在10厘米左右 在定制学丰土以后 羊苗上部露出两到三片叶子即可 栽叉好以后 就要给定制学丰土 并且压实 尽可能减少水分蒸发 北方夏季即将入浮 气温较高 而定制的羊苗又处于缓苗器 体质较弱 抵抗高温日晒的能力差 为了避免高温日晒灼上羊苗 保证成活率 种红薯定制的时间 老家一般选择在上午10点以前 下午4点以后 种红薯生长周期短 单株产量稍低 在产量上偏重的是快根的数量 所以在栽培时要适当密质 充分发挥群体优势 达到增产丰收的目的 在实际生产中 老家栽培种红薯的栽质密度 要比春红薯或是夏红薯的栽质密度 大一些 一般每亩留苗在4000株以上 个别的品种也可以达到5000到6000株 种红薯栽质好以后的田间管理工作 老家基本上参考的是夏红薯的栽培管理 咱们在这里也就不多说了 红薯的快根是没有明显的成熟标准和收获器 但收获的早于晚对红薯产量 流种 筑藏 加工利用 轮座倒查都有密切的关系 尤其对于种红薯来说 收获的过早会降低产量 损失经济效益 如果收获的过晚 种薯快根容易遭受冻害 后期储存容易变质 腐烂 与此同时还会推迟轮座查口 同样也会造成经济损失 适时收获的气温应该在12至15摄氏度 最低不能低于10摄氏度 一般到了10月中上旬 老家就开始收获种红薯了 不管是用人才还是积收 都要尽量减少对薯快的损伤 收获的种红薯要做到当天收获 当天入窖 以防夜间低温 薯快遭受冻害 不利于储藏 入窖储藏前还要注意 把病害鼠伤疤鼠剔除出来 那么这种红薯该如何储藏好呢 咱们接着往下看 楼板窖必须得改方子皮 改方子皮以此保稳 而是放置早前的楼板窖 抄下底水 红薯一抵水 它就容易烂掉 刚才咱们看到了 咱们的胶纹 去年都能达到20度 因为它温度一高 容易省下 你超过16度 省了牙子 你肯定再冲掉 它影响牙虑 这种薯出了牙 在进行育苗时 出牙虑受损 出的苗少不说 还比较弱小 也难怪差点有亏本 经过这样的教训 老贾认真总结了经验 把地窖进行了改造 把楼板去掉 全部采用砖块 砌成拱形顶 而且还预留出了通风口 这样既可以防止窖顶滴水 又容易调节地窖内的温湿度 从而使种属储藏更安全 在入教室 还有一些必要的工作要做 首先要做的就是消毒工作 为了防止病菌滋生病害 确保种属储藏安全 对地窖消毒是必须的 尤其是连续多年使用的地窖 每年在种属入教前 必须消毒 除了地窖消毒 种属也要消毒 种属从田间采收之后 快根上附着的泥土 有可能携带着各种病菌 如果不消毒 也有自生病害的可能 所以也要消毒 种属快根的消毒 可以采用多菌磷 按照使用说明 兑水 兑收或装带的种属 焦透即可 或者将装好的种属带 在兑好的药池里浸泡也可以 对于种红属的住藏 老家可没犯过任何一个细节 在入教前消毒和入教后的管理上 他都细心地请教了 农科院的相关专家 在种红属消毒后 若教内湿度达到住属标准 也就是80%左右 种属应将表面水分晾干后 再入教 若水分达不到标准 消毒后可直接入教 以增加教内湿度 在种红属入教时 堆放的高度 以离教顶60厘米左右为宜 以利红属呼吸散热 属快入教的注量 一般为总容量的60%为宜 最多不能超过70% 种红属入教之后 在越冬期间的管理比较简单 主要就是温湿度的控制 滤教以后 主要它就是稳住了 温度控制在它这个 周度到16度之间 因为温度低于周度 它红属受冷汗 你要是中属它经济腐烂 你要超过16度 因为去年还温度高 那么这个教温度能达到20度 但是它这个中块 它神样 最好是在13度是最好的 地窖内的温度 影响着种属的安全跃动 如果温度过高 就要打开预留的通风口 进行通风降温 如果过低 就要封闭通风口 进行保温 一般年份不需要生活加温 除了温度以外 地窖内的湿度 也要保持在80%以上 这样有利于红属的储藏 由于红属自身的呼吸作用 再加上空间相对密闭 一般情况下 地窖的湿度 可达到湿液范围 不需要人工再辅助增湿 种属在地窖中安全的跃动 到来年三月份就可以育苗了 电热床 火炕还是大棚 哪种方式育苗最好呢 老甲这回又吃了啥亏 帮咱们长了哪些知识呢 不要走开 电热床 电热床 效果肯定是好 纯属也挺高 但是那分店 它这个一平米 一个小时大概是一度电 像现在安门是三万多平米 一个小时三万多电 那家也没法复典 你大棚鱼苗 抗风性能不好 你要刮大棚恶劣天气 它不如抗风性能好 再一个你也不排除 把你亲文稿养得下来的糟 有苗子登地里 这个风下 老甲在汲取多种育苗方法的优势后 结合当地的天气和土壤状况 再根据客户的苗子需求时间 总结出了一套自己的育苗经验 采用小拱棚鱼苗 就是在地面上挖出深15至20厘米 宽1.5至2米 长度是情况而定的育苗床 排好鼠后再搭建小拱棚的育苗方法 中国红薯的朋友们都知道 红薯育苗首先要做的工作 就是建造育苗床 这育苗床的选址可有一些讲究 为了建造育苗床 老甲把自己地周围的几十亩地都租了下来 这些地块比较靠近房舍 地势较高 有利于排水 不易发生烙害 又有充足的水源 便于浇灌 同时 新乐地区都以沙壤土为主 非常有利于鼠块的发芽和央苗的健壮生长 管理起来也比较方便 此外 为了预防土传病虫害 这些地块要轮流使用 每隔两年使用一次才行 建造苗床老甲用的是比较省事的办法 用耕地的拖拉机挂上离刀 开除间距为1.5米至2米 深度为15至20厘米的两条深沟 之后 再把深沟之间的沙壤土挖出 放到两边 这样一条育苗床就有了 育苗床的长度和走向 完全是根据选用的地块来安排的 您看是不是挺简单的 可是不能就这样直接排种育苗 还要对床底进行一番收拾 为了保证种鼠发芽掌苗有充足的养分 老甲在床底撒了一层 氮磷甲比例为15比15比15的复合肥 之后又用小型的悬更机 将育苗床的床底悬更了一点 使土壤变得松软 同时又使肥料和土壤混合均匀 既可以为育苗提供养分 又避免了肥料烧牙 这样育苗床才算准备完毕 接下来再排数播种 播种的工作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首先是排数工作 排数是种鼠的用量由排种密度决定 一般情况下 种鼠的排放密度把握在每平方米 17至20千克左右 不同品种之间的区别不大 种鼠用量可以根据育苗床的面积大小来计算 其次就是排数的方法 老甲告诉我们 常见的排数方法有平排 斜排 直排三种 它采用的是平排法 平排法每块种鼠上出苗树较多 可充分利用有限的苗床面积 能为大面积生产提供足够的种苗 生产上也以平排播种的方式为种 将种红鼠依次排在育苗床上 鼠块之间前后不留缝隙 排好种鼠之后 为了预防种鼠自身携带或是土壤中残存的病菌滋生病害 发生烂床现象 影响种鼠育苗 就要进行喷药杀菌处理 一般可采用50%多菌磷可施性粉剂 按照使用说明 兑水后在种鼠表面进行直接喷湿就可以了 喷完药之后 我们就可以用挖出的部分杀壤土进行复土了 为了确保种红鼠发芽破土出苗顺畅 后期长壮苗 覆盖的杀壤土厚度不宜过厚 一般在3到5厘米就可以了 红鼠发芽的适宜温度在16摄氏度左右 虽然到了春季温度有一定的回升 但是北方的气温还是较低 所以要搭建小拱棚进行增温保暖 拱棚支架搭建好后还要进行浇水 以保证种红鼠发芽出苗 有充足的水分 浇水一定要浇透浇足 浇水后应将棚膜覆盖以增加温度 采用小拱棚培育红鼠秧苗 在苗床管理上相对比较简单 重点是温度的管理 大概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即前期高温催芽 中期平温长苗 后期低温炼苗 那除了温度管理 水分的管理也不容忽视 从播种排鼠到出苗 以催为主 一般从排种到七苗 需要十天左右的时间 老甲的排鼠时间 一般在三月二十日左右 此时气温已稳定在 十八摄氏度以上 在新勒地区正常年份覆膜后 由于小拱棚增温幅度快 在没有采取其他加温措施的情况下 苗床温度中午可达到三十摄氏度左右 夜间不低于二十摄氏度 同样适合前期的生长要求 与电热温床等 具有加温设施的 三十五摄氏度高温催崖相比 具有出苗率相对较低 苗子前期生长缓慢等特点 但这也是老甲想要的 原来经过老甲多年试验 和向农科院专家请教 虽然苗子出苗率低了些 在前期生长缓慢 但是苗子显得非常健壮 定值后成活率要高得多 这一时期要做的就是 密闭拱棚进行保温 若夜间温度低于二十摄氏度时 可在下午四点至次日八点 加盖草山增温 待苗床齐苗后 十二至二十五天左右 也就是在四月中旬 鼠苗基本涨到十五厘米的时候 此时苗床的温度 在晴天中午时 可达到三十五摄氏度左右 而此时适合鼠苗生长的 苗虫温度 在二十七至三十摄氏度左右 最高温度不能超过三十二摄氏度 这段时间 拱棚要勤放风降温 但是也要保证温度不能低于二十五摄氏度 水分方面 在幼苗生长期 苗床的土壤相对含水量在70%至80%之间就可以了 如果土壤伤情过差 要及时补水 但不宜过大 四月底五月初 根据市场需求 红薯苗就可以陆续上市了 一般在采苗前三到五天 需要进行裂苗 裂苗的是以床温为十九摄氏度 至二十三摄氏度左右 此时 接去拱棚的塑料膜 进行裂苗 裂苗时 苗床土壤要短期干旱 以表面有裂纹就合适了 一般经过一个多月时间的生长 树苗高度达到二十五厘米以上 就要及时采苗出售了 红薯状苗的标准是 苗龄三十天左右 叶色浓绿 叶片肥厚 顶部三叶齐平 经粗节短 经刃不易折断 苗高二十至三十厘米 经粗五毫米 百苗重在五百至七百五十克 无病虫危害 精 叶 叶饼 都具有本品种的特征 这样的薯苗要及时采收 如果不及时采苗 薯苗生长时间过长 容易造成薯苗过度拥挤 苗床透气不凉 导致产生辣苗 同时还影响下一查薯苗的生长 所以 要及时采苗 偷插薯苗采过之后 苗床主要的管理工作就是 施肥浇水 由于采苗用的是拔苗的方式 对种薯块根有一定的损伤 薯块表面有破口 为了避免对薯块进行二次伤害 所以采苗后当天不能施肥浇水 要在采苗后第二天进行施肥浇水 施肥以淡肥为主 老甲的苗床试用的是尿素 肥料用量多少 是根据采苗后的苗情来确定的 一般每亩的苗床试用十千克左右 就可以了 施肥后还要及时的浇水 由于浇水会对苗床温度 造成一定的下降 因此浇水后要及时覆盖棚膜 使苗床温度上升至中期管理的 27摄氏度至30摄氏度左右 保持三到四天即可揭去棚膜 正常管理了 在老甲的育苗基地 一般每条育苗床可以采五至六叉的薯苗 平均一个星期就采一次 每一叉采苗后的管理 基本同第一次一样 现如今老甲的鼠苗品种从一个增加到了十几个 而且还在不断培育新的品种 到了红薯栽种季节 它还是到处跑 查看秧苗的质量 以及跟踪定值后的生长情况 与农民朋友们分享它的育苗经验 如果您对红薯育苗也感兴趣 不妨找它去取经 好了观众朋友 本期农广天地到这里就结束了 非常感谢您的关注 如果您想查询栏目的更多内容或信息 可以登陆农广天地的央视网官方网站进行查询 下期节目我们再会